最近各位在瀏覽脸书的时候 不知道有没有发现很多人 将路由器当作一个梗来做使用呢? 或许到现在你还不懂 其中的含义到底是什么 不过没关系 今天宅苏佩就来跟大家讲解一下啰 此路由器讲法的来源 其实是源自于一只韩国的 搞笑原创动画短片 故事讲述着一家人因为路由器坏掉 进而找来维修人员进行装修 殊不知其实是爸爸与维修人员串透好的阴谋 将装设的PS4主机 一讲成是新的路由器打算欺瞒女主 还将其搞笑地称为Pledge Speed 这段影片虽然是去年6月就在YouTube上传的作品 但因社群效应的关系 近几天Pledge Speed在Google上的搜寻趋势 直接明显有了大幅度的攀升 不少网友更是直接把路由器 当成是PS4以及游戏机的代名词作使用 而也有中国网友将其二稿实际装上四根天线 称之为Pledge Speed伪装套件 造成热烈话题 种种一连串的内容虽然看似好笑有趣 但也顿时让游戏界陷入路由器的讨论 总之不管后续这个话题还会延展到什么地步 这波游戏机的销售与知名度 肯定是最受惠的一方 至于年底各位有没有机会 可以买到最新款的路由器呢? 这点相信一定也是大家非常期待的消息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